新的一年 老子 气渴小康的憧憬将变成现实 啥是小康 中外说 有缺有房 有存款就行吧 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密切无国会例外 我们试试的去做 分对离开 比面比人家热 月薪过万 一万五到两万 三万左右吧 住房面积人均能达到二三十平 一百平 三房可能更好一些 一房两人三三四七 一只猫一只狗 第一次小康这个概念 是在诗经提到的 当时那边有一句话呢 民一老子 欺贺小康 意思是说 这个人民都已经老累了 就可以安康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 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那会儿开始啊 中国人就用小康来体现 对风衣足食安居乐业的一种朴素的向往 但即便是一百年前 那个时候中国人心目当中 小康还是一种奢望 今天的全面小康呢 其实涉及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目标体系 包括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的健全 科教更加的进步 文化更加的繁荣 社会呢更加的和谐 人民的生活呢更加的阴实 环境生态也更加的友好 这里边呢当然有绝对的指标 比如说脱贫 但是也有相对指标 比如说环境的不断的改善 你看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讲 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一起往前走 一起呢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也一起来努力来奋斗 你小康了吗 我感觉达到了 尤其是习主习上来之后 就明显地感觉 中国这个小康社会一步往前提 身边的朋友的话 百分之八十七八十吧 我觉得是达到了的 我们自己本都最高的 好吃的好喝的 人物的心上没有负担 那今年疫情之后的中国 你有什么想对我们国家说的 我觉得中国最大最大的优势 是大家都老百姓都凝成一股身 那一百分的话打一百一十分 那中国是抗疫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打九十九分 肯定还是有努力的一个空间 包括像小康社会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 禁止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 我应该更自信一点吧 作为中国人肯定感到自豪 骄傲 现在外国人都要想到中国来 你给中国打第二分 我给中国一百分 作词 使用转发展 监制持续兰製 海中正直接游馆 在这次游馆 在这次游馆 下单 是